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 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炫耀这四样东西 读三国演义你会发现 越是雄才大略的人物 越能谦逊待人 所以在哪儿都能受人尊敬 而那些喜欢炫耀自己的人 越是下场凄惨 以致沦为众人的笑柄 古人说过 自见者不明 自视者不张 自法者无功 自斤者不长 一个人越是喜欢炫耀这四样东西 就越容易毁掉自己的一生 一 越无足轻重的人 越喜欢炫耀人脉 林语堂曾说 社会十大俗气之一 就是美与人言 必谈及贵妻 三国演义里的蒋干 正是这样一个人 蒋干才能平平 既比不了寻遇的治国之能 也比不了国家寻忧的运筹帷幄 在谋势如云 将势如雨的曹操会下 只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好在他有个强大的昔日铜窗 周瑜 而后者正是曹操在赤笔之战中的劲敌 在交战前 蒋干主动提出 自己和周瑜是小时候的好友 愿凭三寸不烂之蛇 劝降对方 还拍着胸脯保证 干到江左 必要成功 可他 却高估了自己的分量 周瑜 虽对蒋干热情招待 却完全不给他 开口劝降的机会 反而将继旧气 利用蒋干 向曹操传递假情报 骗得曹操昏招迭出 终于一败涂地 以曹操的为人 想必痛定死痛后 一定会对蒋干有所处分 薰荣的蒋干 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为了出人头地 而炫耀人脉 最后却成了取货之道 生活里 像蒋干这样的人 比比皆是啊 总炫耀自己认识无数大佬 总自夸现在身处 牛掰的圈子 似乎认识了谁 就能变成谁 处在什么圈子 就能掌控什么样的资源 直到 遇上事情才发现 身边荣光无限 没有丝毫与自己有关 这并不是事态炎凉 只不过是你误解了 人脉的本质 所谓人脉 只为利用 所有交情 皆为交换 剪上添花 才是人脉的常态 自诸必较 就是交换的法则 你无用时 认识谁都没用 你能提供资源 自有人脉 汹涌而来 二 越平庸无能的人 越喜欢炫耀身份 三国演义的时代 高门大户 世代为官 拥有着庞大的军事政治势力 和影响力 四世三宫的汝南元氏 正是当时的顶级家族之一 作为元氏的弟子 元树从小就享受着身份带来的荣耀 可长大以后 他无论是能力 还是影响力 都比不了庶出的兄长 元绍 元绍做到大将军合进的心腹 为其筹谋策划 元树只能作为护卫首领 听命行事 元绍被反董卓的各路诸侯 推选为盟主 同揽大局 元树只做了个粮草总管 受元绍领导 也许因为现实太过憋屈 元树就格外喜欢 以身份教人 对阵华雄时 关羽主动请应 元树第一反应 不是评价其战斗力高低 而是怒斥 如七五 众诸侯无大将耶 关羽斩了华雄 张飞提出逞胜追击 元树却立其予以否定 理由是 俺大臣上子谦让 亮一县令手下小卒 安敢在此 耀武扬威 他无时无刻 不再强调自己身份高贵 还在各路军阀中率先称帝 可结局却是 手下众叛亲离 自己兵败惨死 此前想求一口蜜水盒 都未能如愿 元树的下场 令人唏嘘 像元树这种人 总喜欢炫耀自己的背景 总是给自己贴上 各种高大上的标签 看似威风赫赫 却不知道 越是强调身份 越是暴露了 自己内心的不自信 越是想借着外力 得到别人的尊重 越会被视为 跳梁小丑 受人耻笑 人生的底气 应当是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外在的虚名 真正厉害的人 能居高位 而游刃有余 不骄不躁 处地位 一坦然自若 不卑不亢 三 越能力不足的人 越喜欢炫耀功劳 提起曹操手下重要的谋士 人们首先想到的永远是 寻狱 寻忧 国家 成狱 其实还有一个人 为曹操的红土霸业 立下了汉马功劳 就是谋士 许优 官渡之战时 曹操被袁绍 重兵围困 粮草几乎告庆 眼看就要陷入绝境了 关键时刻 幸好袁绍的重要谋士 许优 及时反水 向曹操 献祭 其袭袁绍的 囤粮之地 赢得了 官渡之战的胜利 不久 许优再次献祭 水焰祭州 顺利夺取了 袁绍的大本营 两次谋化成功 让许优 飘飘然起来 他大肆炫耀 自己的功劳 公开对曹操 和大将许楚无礼 结果 被许楚 一怒斩杀 如此悲惨的下场 可谓咎由自取 然而现实中 不少人 没有许优的才华 却犯了许优 同样的毛病 难得取得 小小成就 就大肆炫耀 口出狂言 一时身处逆境 便日日追忆 往昔辉煌 埋怨 苍天不恭 却不知道 正是小胜吉安的自满 阻碍了自己的进步 正是自明得意的狂妄 招致了他人的反感 所有对过往功劳的夸耀 本质上 都是对未来前途的断送 真正聪明的人 从来都是把精力 当成试炼 用成绩 累积经验 四 越浅薄无知的人 越喜欢炫耀才华 三国演绎 将诸葛亮描写得神乎起神 他气死了周瑜 骂死了王朗 活时收服梦祸 死后下腿四马懿 对人性的洞察和利用 取失无双啊 唯一的污点 大约就是对于马素的任用 马素自有熟读兵法 谈论起来头头是道 经常给诸葛亮献计献策 诸葛亮对马素 十分地看重 称他为当事之英才 并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接亭交给他把守 可是马素一到接亭 就把诸葛亮提前做好的战术部署 改得干干净净 面对副将的质疑 马素张口兵法云 闭口孙子月 引经据点 大家驳斥 又狂妄地表示 我读了很多兵书 丞相有时还找我问测 你有什么资格阻拦 可将兵书背得再熟练 也改变不了马素 不会实地指挥作战的事实 最终 接亭失守 被罚严重受阻 诸葛亮这才记起 刘备曾警告过 马素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马素的夸夸其谈不但害了自己 也害惨了蜀国的未来 马素的结局让人感慨 也让人惊醒啊 在跟谈中说 英立如睡 虎行似并 正是他掠人世人手段处 故君子要聪明不露 才华不成 才有肩红刃俱的力量 越是炫耀才华的人 内心越是浅薄无知 越是大出风头的人 越有可能 名不服食 以致 害人害己 看脸藏锋芒 才能专注于 积聚力量 达成目标 能低调做人 才能避免 结不必要的仇人 躲开 无意义的麻烦 格言连笔里说 丈夫之高华 只在于功名气节 笔肤只炫耀 但求诸服侍起居 浅薄的人 内力空虚 不得不以服侍起居 等外物的华美 掩饰底气的不足 用强称的优越感 遮盖心底的自卑 真正有实力的人 永远秉一颗谦卑心 有功不自满 才高不自许 只专心提升自己 其他人之长 不自己之短 不停趋向高处 千千君子 卑以字目 愿你我余生 皆能谦卑为怀 做如愚君子 得圆满一生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